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当然神给我们生命有一个特别的应许 特别是给我们的 那我们就要在生命里面 真的紧紧抓住应许 那这个应许今天要特别用 耶稣亚进入到加拿大这个故事 来跟大家分享 这应许之地很奥妙的地方 是一个很美丽的 但是很严重的生命的挑战 那我们进来看 生命里面这个应许之地 它带着神的喜乐 但是更带着神的心意 如果我们得着神给我们这么大的应许 然后在道路里面又随随便便的放弃 那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计划 所有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祝福 变成一个外邦人的部会 那这样子神一定会很生气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 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有一条路 你一定要很清楚 如果讲应许没有路的话 那你这个应许也是假的哦 那这条路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摩西当时在神面前得到这个应许 神跟耶稣亚再次立约 跟摩西一样 你要跟他走这应许之路 在耶稣亚记第一章第三节就说了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着我所应许的都要示给你们 也就是说你脚掌踏到什么地方 往前走 如果是神的心意的话 我都要示给你们 记得哦 台湾是神所示给我们一许之地 我们在这条道路里面 真的神示给我们 就是平常在这一条道路里面 有形无形 在土地上 在时间的流逝里面 都是一条路 而这一条路是神应许给我们的 在这里有平安 有神的应许 我们在这里建造 神荣耀生命的道路 那这个道路里面 我们就看到第二点 应许的力量 如果我们是神所喜悦的 在第五节说 你平生的日子 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的住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道路上可以看到传承 可以看到一带又一带 然后在力量上 更可以看到 当时摩西怎么有力量 你照样也有力量 我们最近最近谈到 伊利亚 伊利沙 伊利亚怎样有得到神的能力 还有神迹奇事的权柄 伊利沙不但得着 而且是加倍的 如果我们在应许的道路里面 愿意相信的话 那应许不但有道路 而且有力量 有权柄 最后一点 要跟我们分享 在应许道路里面的心情 是什么呢 也就是不但是有形的道路 还有一个是无形的日子 所累积出来的时间的道路 我们台湾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 但是知道 如果我们在这边按兵不动 也是得罪神 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 是新耶路撒 而我们在这条时间的道路里面 神告诉我们说 你要干强赚打 因为你一定会使这百姓 承受这地 就是我向他们列主启示 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原来这地 不是只有摩西 耶稣亚这样传承 这应许之地 是从亚伯拉罕就开始了 所以这个立约 是生命里面一个奥秘 今天神跟我们早就立了一个约 新耶路撒冷的约 我们在台湾 神给我们这地 又充满神的权柄 那我们教会用过这个权柄吗 我们知道这权柄从哪里来吗 神给我们台湾有这条道路 但是我们真的踏上这条道路吗 我们往前走的时候 到底我们的意象在哪里 我们不是只有在这地 好像坐落在加美之处的荣耀而已 我们要看到 神的恩高高我们的时候 那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 你只要肝强大大壮大 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 丰富的一切的律法 不可以偏离左右 使你无论往哪里去 都可以顺利 一定可以顺利 只要你愿意 我们希望在日子里面 我们上一代 下一代 我们都在神的应许当中 思想神的心意 不要得罪神 生命的道德观 生命的意象 生命的破碎 属灵里面的感动 对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都很重要 我们盼望每天用喜乐心 来迎接新造的我 那这条道路 一定是充满喜乐的 等下我们听这首诗歌 这代到那代 它就是一个生命的祝福 我们的诗歌 想起来就很兴奋 可以跟我们 这些年轻的牧者 一起在这一条道路里面 累积神的应许的荣耀 哇 这次使得令人快乐一件事情 我六十几岁了 我的牧者最年轻的二十几岁 有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 五十几岁 我们可以一起来唱歌 一起来释放 这就是允许之地里面的荣耀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 谢谢你 这道日子还在过 但是前面所隐藏的罪恶 隐藏的危机 隐藏的控诉 充满在我们四周围 但是你告诉过我们 你用神所量给我们地界 坐在加美之处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好 我们就来听这首诗歌 从这代到哪代 二十几岁 那将荣耀本地 为缘耶和华 阿弥陀佛的地 荣耀会给他 我奉祝中国家 习生来颂养 在宝庄前 高举双手 从珍来大难来 万民不停送仓 从地址到地址 万民快来陷阱 从列国到列马 几尊重力为我 道上阿弥陀余 祭祭拜彼赛亚 宗生们 拜祈祷 荣耀祝王将要祈祷 我奉祢 荣耀祝 荣耀祝 荣耀祝王将要祈祷 万国进海 如重水的水影 从珍来大难来 万民不停送仓 从地址到地址 万民快来陷阱 从列国到列马 几尊重力为我 道上阿弥陀余 祭祭拜彼赛亚 道上阿弥陀余 祭拜彼赛亚 道上阿弥陀余 道上阿弥陀余 祭祭祭伽 道上阿弥陀余 祭祭祭 生命